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接下侯友谊后援会总会长之后 中午宴请党内挺郭派人士参序 包括了前云林县长张荣卫 屏东县议长周典论等人 王金平说要用最虔诚的心敦请郭台铭回归 相信他会以大局为重 让蓝英的版图更为完整 虽然还没有联系上郭董 但是前云林县长张荣卫爆料 郭董可能会在最后关头跳出来挺侯友谊 让蓝军版图完整 王金平接任侯友谊后援会总会长后出手了 中午作冬宴请先前挺郭地方右脚 还找来前台北市长郭龙斌 前国民党秘书长李乾隆桑培 才后王金平回应媒体提问 与会者全员同框 包含立委傅昆奇 新竹市议长许修睿 前云林县长张荣卫 前台东县长吴俊丽 金门县议长侯云点 全部一字排开 王金平坦言没联系上郭董 但看看这大阵仗好像少了人 受邀的张化信议长谢典林 已经退党人在国外 但预计隔天会拜访王金平 南东县议长何胜丰则是没出席 而另一位毗农姓议长周典论呢 会支持侯市长吗 当然支持 我一定会全力动人 这个其实就比较没有联络 只要可以下降民进党 你谁都可以 周典论结束议会主持 赶到台北表态 王金平更喊出 就算家常造势已经没时间 陆战也得办得气派 时间很紧迫 那北部就在凯达大道 那南部原来规划的 在1月7号的那一场 我们增加几万人进去 南英本土派领袖登高一户 地方派系大多兵士 前时间就等最后几片拼图 在选前全部归队 继续分享的流程为台北档报导